一阳千玺与娱乐圈中的其他人有何不同,我不确定是他与娱乐圈的其他人不同,还是他实际是与很多媚俗的人不同,那些令我不能把他仅仅当作一个小孩审视的瞬间。 最早那两年的各种活动中,他那种隐藏的但仍然肉眼可查的努力适应镜头,适应或欢笑浮夸或冷落尴尬境地,适应工作各种安排,却还保留自己的某种赤诚的青涩感,真真契合了当时我出入职场的状态,有种感同身受。 除了这些细枝末节,是他第二次上王牌,TF被要求模仿明怨,连人都在搓手弄姿,他却是走出明怨的端庄得体,还傲娇不懈地回眸一顾,当时觉得好笑又有些欣慰,那些张嘴对路人喊他是XXX,我是XX,然后理所当然人家配合的人,那些轻易在节目上深入谈心,说到自己就要动情流泪绝,虽然火,但你不能绑架我因此十分委屈不容易的人, 那些跟嘉宾在一起八分玩笑里,带出两分真的表示我这么火,你敢惹我的人,节目假设有脚本,但真人秀的个人话术表达真的很见人心,我不是因为喜欢易阳千玺,而觉得众人都可憎,而是从来不太喜欢明星的我,从一个不太喜欢的圈子里,发现了一块朴实,慢慢解读出良愈,我甚至希望男孩子都始终有这样赤诚的善志,易阳千玺并不仅仅是与娱乐圈的人不同。 感谢观看